年6月,周杰伦与昆宁生下二胎儿子罗密欧 上月向亲朋好友送上定制的满月油饭 好友江慧,蔡康勇都在脸书上晒照表示感谢 但主持人陶金莹却意外让周杰伦儿子的正面照曝光 他虽知错马上删照,但仍引发议论 沉默半个月后,11月8号,陶金莹首度为此澄清 他透露,第一时间就向周杰伦道歉 周董更是贴心地安慰他说 桃子姐,那本来就是我要发的 这让陶金莹终于松了口气 并决定沉默面对风暴 不过他也委屈地说 他并不是跑到别人家偷拍晒照 自己也不想分享对话记录 公道自在人心 防鼓劳新闻,罗密欧那么可爱 希望有天由周董亲自晒出正面照吧